135 聯合部2015年7月17日報章 B.3 或花蓮新聞白飯鎮和花蓮報導漫畫主題廣場 下月中旬歡樂見客員政府計劃把花蓮火車站前站與後站 打造成漫畫主題廣場,設置23處、51件漫畫公仔 下月中旬將與國內外遊客見面 花蓮縣朝觀光大願邁進,希望打造一個能讓大小朋友職夢 圓夢的天地,透過繽紛多彩的漫畫,就是可行的方向 因而縣政府計劃在火車站前後設置漫畫主題廣場 將漫畫中的歡笑,隨微渴染開來 經縣府向交通部觀光局爭取經費 正位搶廠商製作人偶公仔,原副建設處長鄧明星說 原副祺M. 狠重視漫畫元素在花蓮的展現與效益 如何從漫畫基地的點,漫畫村的線在礦及全員漫畫王國的面 一直要各局處雜思廣益 漫畫主題廣場模擬市遊客遊上花蓮的重要窗口 鄧明星指出,本次主題廣場的所有創作 因配合各種戶外因素,都以FRP、蘇港 及玻璃籤為材質的立體雕塑為主 比較不怕風吹日勢,且可長久設置戶外 堅固內容,目前公仔均在台北工廠等待著色 下月中旬將與大家相見歡,在花蓮火車站前站部分 以烏龍院漫畫主題廣場為主軸 設計理念以歡笑為主 用三公尺高的歡喜雙龍戶回蘭沖作領航園 將遊客引入站前廣場 了解花蓮的特色就是好山、好水、好人、好心、好茶、好米、好酒、接著 走入園區內可見烏龍院迎賓四人組奉上名產點食 麻糬、西家、園區橫能遇見大師兄、鋼鐵巨人、貓女 以及獨特的烏龍院實體漫畫《QZO SHOW》 為美麗遊情揭開歡樂聚幕 火車站後站則是以漫畫美食廣場為主題 主要以花蓮十三香鎮史具代表性的特色出發 並在廣場中依花蓮整體地理位置 擺放可愛的十二生肖 加上貓共十三隻公仔 作為花蓮美食代言人 這些搖赴趣味的公仔以活潑生動的表情 結合各香鎮特色元素 能讓民眾馬上得知各香鎮相對應位置 讓大家按屠殺其上美食 使用粉絲雙方